在患难艰苦中 你可愿与他相互扶持 在琉璃颠沛中 你可愿与他同生共死 你可愿为他依附终生 爱他 信他 敬他 这是所有有情人中 最罗曼蒂克的爱情宣言 今天我们人世间介绍的是情人 是那种死生气阔 与子相约 直指之手 与子偕老的白手蒙约 从一蒸蒸甜蜜的结婚照中 当然自然而然地可以感受到 那份感情的甜蜜 与人之常情的喜悦 我们多么希望感情是 那么应该坚定如一 那么的恒常 就如同古人说的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整年 在欧风西式的结婚照中 我们知道 婚姻中应该有西方观念的独立自主 在东宁日风 合适的婚礼中 又可以感受到东方女子的温婉 贴情 而从传统中国式的婚礼中 除了较强的喜悦感之外 也比较能够体会出 那种属于婚姻蒙月的忠诚度 从一蒸蒸的照片中 从那一双双新人眼中 我们沐浴着爱情的滋润 也承受着这生生世世的 因缘红线 现代爱情的新宣言 是不是应该像已故的文学大家 张爱玲的结婚证言般的 某人与某人签订终身 皆为夫妇 愿使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物使情人有情 天地有情 世间有爱 看完了今天的人世间 在这儿我们要祝福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欢迎收看今晚为各位安排的 今宵花月夜 金水天公年 大优优独山 天下有情人 一堂能成江 渡定的逛逝一世人 心情的极极拉肁 到底贾好是真怕丸 海那是人情願 南的怨憤悔的一刻 我相信在我的情分 唱的地三十五年 敢說你心裡已經有霸人 看我的感情無夠感 親在過三兩句話 就想的我運的思念 甘在世間遭遇的人 作為愛才算我轉 有暈暖暖都心裡愛中了啦 詞曲 曲 李宗盛 青春秋代的三十五章 東東的心愛已經有白蘭 看我的感情不夠爭 青菜還有三兩句話 就是要換我的手頂 連著世間造長的人 左右的愛才算完轉 連著緩緩弄心對愛不著人 連著緩緩弄心愛已經有白蘭 看我的感情不夠爭 青菜還有三兩句話 就想要換我的手頂 連著世間造長的人 左右的愛才算完轉 無論如何人多次伯毅 在的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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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甘願看佛 肯聽心命的目標 啊 無情人 無情人 請你離開 若是甘願看佛 肯聽心命的目標 啊 無情人 無情人 請你離開 啊 無情人 無情人 請你離開 若是甘願看佛 肯聽心命的目標 啊 無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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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頓了 更漂亮的夢也會親 誰人也會有情長 若是甘願看伴 更疼心命的夢 啊 無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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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離開 一頓暖季的徹頭 仰斷季的海水 請你濃走 退斷去 啊 無情人 無情人 請你離開 一頓暖季的徹頭 仰斷季的徹頭 一頓暖季的徹頭 仰斷季的徹頭 請你濃走 退斷去 啊 無情人 請你離開 啊 無情人 無情人 請你離開 一頓暖季的徹頭 仰斷季的海水 請你濃走 退斷去 啊 無情人 無情人 請你離開 一頓暖季的徹頭 仰斷季的徹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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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火开真正一丁梦 梦中只无人啊 江湿满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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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才是誰的 無人悔有幾年 我希望總換點心 啊啊啊啊啊啊 雙情的火葬 永情的想法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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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夢中有看見 白色無淡寒帶綠 敢是火開不就是 花來一春飛棒 有的花開清酒香酒 夢中情磨患緩 竟是聖雲愛欖欖 好夢情彈奧彈 無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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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一位火葬 雲前北少王 HAPPY NEW YEAR 恭喜發財 大家好 我是溫兆倫 我在這裡公主靜孝花月夜的製作單位 每一個朋友在新的一年裡面 都可以製作更多更好的單元給我們欣賞 而且我當然最希望就是可以多上你們的通告了 HAPPY NEW YEAR 恭喜發財 中國文學家王炳君說 故鄉 故鄉是什麼呢 所有的故鄉都是因為異鄉演變而來 故鄉也是祖先們流浪的最後一戰 但對後代的你我來說 故鄉卻是流浪的開始 讓我們一起來聆聽鄉愁四月 品嘗鄉愁是一種苦澀的幸福 畢竟遠去的是空間 而拉近卻是時間 我是生長的山東 山東煙太 然後呢三歲的時候呢我就到了大連 五歲就開始念幼稚園 然後呢就是很特別的呢 我是當時在大連的日本人的學校裡頭 也就是說全都是日本孩子 只有我一個中國孩子 那麼我父親呢 他很喜歡這個日本女孩子的那種溫柔啊 而且也希望我將來能夠 就是教育成跟日本女孩子一樣的那種典型 所以呢我就被送到日本幼稚園去 然後一直到小學畢業念日本的國立的中學的時候 才光復就不念了 前後呢念了八年的日本學校 那您這個日文的這個基礎相當好 對我的日文的基礎呢 有的時候他們的朋友們在笑我 講的比這個國語還比較準 日本人撤退以後呢 那我就到北平去學真正的去收這個中國教育啊 聽說在北平這段日子您是個 到北平去的這段日子 過了一段相當這個艱苦的日子 對對我跟您說過我這一段呢 是我人生裡頭這一生裡頭最苦的一段 因爲什麼呢 就是到了北平以後呢 跟這個大連的家裡是去聯絡 所以呢我必須靠我的辦公辦讀啊 跟學校管圖書館啊 還有就是班裡有什麼事情 我們那個時候政府給這個 東北的流氓學生一些 救急的 就是說為了增加營養 發麵粉啊蛋啊什麼給我 給我們這個東北來的學生 那我呢就是 負責去分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叫我是蛋委 雞蛋委員 分雞蛋委員 雞蛋委員 我那個時候呢 每個人一天分兩個蛋 那我呢是 因為那個時候這個 我哥哥在生病 我都把蛋呢留起來不吃 留起來呢就 到了禮拜天送去給他 這樣子過了兩年多啊 雖然是說現在想起來呢 雖然是苦但是 當時呢並不覺得啊 還是覺得蠻有意思的那個 雖然是 偶爾也很想家啊 想家裡的人 可是那個 兩年過了以後呢 就到台灣來了 到台灣來了 那剛到台灣來在哪兒落腳呢 剛到台灣來的時候呢 就是 我家兄呢在中壢找到工作 那我就跟我嫂子坐船來了 馬上就到了中壢了 到了中壢了 在中壢住了兩三個月 那個時候我看到 台灣的甘蔗啊 對 很稀奇啊 很稀奇 就是 我記得那個 一個晚上呢 吃了兩根長的 這個這個甘蔗 那個時候也不給削皮 自己要啃 第二天早上那個嘴巴 這個沙巴長 很累 累的啊 這個腫得這麼大 那是剛到台灣鬧的笑話 那麼 從這個這個 那個中壢以後呢 我就到了台北來找工作 來找工作 在台北找到的工作呢 是打字行的 教打字的 因為我在北京念書的時候呢 晚上呢 就在附近學過了這個打字 所以我就 那個時候只有17歲 就做這個打字班的老師了 我看 那是 我看 那是 我看 我看 你 過程 你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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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国画大师李可燃 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人总是有限度 只能说在某个阶段 认识了一些东西 不能说到了尽头 其实在我们身旁 常有些过度膨胀自己的人 就像阵眼的一出 不知该如何收场的戏